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仙逆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一千八百六十几,再争开始。 柳金彪临走前,曾一脸严肃地告诉许丽国,他要去追寻骗道的终结,只是他觉得与许丽国之间的配合还差一些,需要再找一个人加入进来,或许可以更完美。 对此许丽国深感认同,二人商议之后,不由地把目标放在了当年的钟大红身上,颇为怀念的样子。 于是他们决定第一站,就是寻找钟大红。 十三,一如既往,没有离开朱雀星,而是选择在这里长久的闭关,等待师尊的苏醒,为师尊护法。 他的修为在这十年中有所增进。 最主要的是,他传承了亡灵完整的道头,传承了亡灵几乎所有的神通。 除了在虚本源的感悟上,他始终所获不多外。 对于五行本源,十三已然凝聚,尤其是八级道之书。 十三四对此书,有种惊人的天赋,感悟极深。 为亡灵护法的并非只有十三自己,还有文王寿。 此寿修为极高,在这朱雀星上几乎是霸主一般。 每一次外出啊,都会引起此心修士的轰动。 也曾有修士想要抓捕,但当吃到了苦头与知晓了与此寿的差距之后,便渐渐大都避开,不敢招人。 文寿不会伤人,且时而还会外出离开朱雀星,在星空内玩耍。 慢慢随着时间的流逝,朱雀星上的修士也就习惯了他的存在。 至于亡灵与木冰梅,在十年前那,他们一同走入了一处山峰内的洞府。 在其内,亡灵施展了梦道之术,牵引着木冰梅,去了结那属于柳梅的心结与隔膜。 或许,解开了属于柳梅的心结之后,亡灵与木冰梅之间将会不同。 时间流逝,转眼又过去了十年。 朱雀星的修士,他们不知晓。 那在传闻中的亡灵早就回到了家乡,他们只是知道,在二十年前,有一座山被一个冷漠的修士占据,化为了禁定。 那里,不允许任何人踏入半步,一次可以是警告,但当第二次使,则是杀戮。 不知是哪一年的秋天,当那秋夜随风飘落时,打着卷在天空上飞舞,似要寻家。 秋色的天空万里无云,一片碧蓝,看起来很美。 在那大地上,在这个秋的清晨,阵阵吹烟,鸟鸟升空,看起来颇有一副农家如桃园一般的样子。 这里,是赵国。 生活在此地的百姓,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家门太远。 更不用说这里属于赵国的偏远之地,一处山脉脚下的小山村了。 当清晨的风,卷着那诸多的秋夜飞舞时,阵阵唢呐之声从村头悠悠而起。 更有一些顽皮的孩童跑着,带着淳朴兴奋的笑声。 一顶红色的轿子,在那村中被人群簇拥着,在一家四河院外停下,喧闹之声鼎沸。 显然呢,是这户人家在迎娶新娘。 这户人家祖上据说是木家,传下来后的这一代则是一个书生,据说在县里考中了。 可是却不知为何,没有入京,而是回到了此地,居住了下来。 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,那书生已然成了中年。 他有一个独子,也渐渐长大成人。 今天呢,就是那叫做王林的孩子大喜的日子。 王林在这里长大,附近的村民都对他很是了解。 这孩子很可怜,他是一个哑巴,总是沉默地看着远处,不知道在看着什么。 当那热闹的声音飞扬时,从那轿子内走出了一个低着头,披着红盖帘的女子。 这女子的手被站在一旁的王林拉着,二人走向了院子内,说起这女子,整个村子里的青年都心存爱慕。 她是柳家的二女儿,是此地的父母人家,子女小时候就喜欢与那王林在一起。 二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,常常可以看到这两个小家伙坐在一起,同时看着远处。 如今长大后,他们两个人的成亲,没有人觉得意外,只是有不少人很是羡慕罢了。 村库家的喜事,往往不如县城里那么铺张,很是简单,主人家布置了喜宴,请全村之人来恭贺。 当日落西山时便结束了,剩下的时间属于新人。 在那新房中,当一脸憨厚的王林掀起了妻子的盖帘时,她看到了那一张惊心动魄般美丽的容颜。 那女子叫做柳梅,她翘脸微红看着王林,笑了起来。 二人目光的凝聚,似穿透了碎雨,似在那一次次轮回中也曾这样的注视。 直至永恒。 在他们成婚的第二天,柳梅坐在院子里,她的对面是微笑的王林,她的手里有一个木雕,在为自己的妻子雕刻下她最美丽的一幕。 平淡的生活透出温馨,转眼,过去了两年,他们有一个孩子,那是一个男孩,他的名字叫做王平。 这男孩很是聪明,口齿凌厉,随着他渐渐长大,这一家三口在那温馨的生活中很是圆满的样子。 平日里啊,王林没有随着父亲读书,而是选择了祖上传下来的木匠手艺。 在这平静的小山村内,一直生活下去,她的妻子柳梅对于孩子的感情很深,她几乎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陪伴王平那里。 早上给孩子做饭,白天陪着孩子玩耍,晚上给王平讲故事,哄着她睡去。 直至十年后,王平十五岁的那一年,选择了读书的她,离开了这个小山村,去到了外面,去参加了县里的大考。 在她临走的这一天,她看到了母亲坐在院子中,她的父亲雕刻了第二个属于母亲的木雕。 那木雕依旧很美,王平成功地考取了功名,又在数年后去了京城,王林与柳梅陪着她一起,在那京城中居住了下来。 岁月流逝,不知不觉的,王林与柳梅的头发有了白色。 王平在这京城啊,以其功名有了属于她自己的道路。 这个时候,王平娶妻了,她的妻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,叫做清姨。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,属于京城的富贵人家。 她对于王林与柳梅很是孝顺,让她们满意中啊,也有惆怅。 因为从此之后,代表着王平成家,如鸟儿长大后,会高飞在天际上,或许很长时间都不会回到家里。 王林与柳梅选择了离开。 他们离开了京城,回到了那平静的山村内,去度余年。 在回到了那村子里的老房子后啊,王林为柳梅雕刻了第三个木雕。 那木雕上的容颜带着岁月的痕迹,可还是很美。 生活就是这样,充满了平淡,没有太多的波澜。 王林很享受这样的每一天。 她与柳梅在一起,尽管一辈子没有与她说出哪怕一句话。 但她们看着那日出日落,看着那夕阳起伏,却有温馨存在。 渐渐的,白发越来越多了。 时光就在这温馨中流逝。 在那一年又是秋夜飞舞时,王林与柳梅已经完全的老迈下来。 他们的孩子王平啊,这些年来偶尔回来,但每一次都没有逗留太久,便又匆匆离去了。 两个老人坐在那院子内,柳梅含笑,望着对面的王林。 王林的手中有一个木雕,她望着柳梅,再为她雕刻,或许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个木雕了。 那木雕在王林的手中渐渐地出现了轮廓,渐渐勾勒出了柳梅的样子。 但却不是如今的白发苍苍,而是如当年他们成亲的第二天时一样,很美。 我知道,你哪怕一辈子没有和我说过话,可你不是哑巴。 柳梅望着王林,看着她手中慢慢成形的雕刻,目录温柔。 王林抬头看着柳梅,脸上露出微笑,摇了摇头,依旧没有开口。 当那雕像刻完后的第三天,柳梅病了,她躺在床上,苍老的容颜依旧可以看出年轻时的美丽。 她拉着坐在床边王林的手,一直不松。 我知道你不是哑巴,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第一次相遇吗? 那时候你在看着天空,我很好奇你到底在看着什么? 来到你的身边一起去看,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。 在我临走时,你突然开口,和我说的第一句话。 你记得,我也记得。 柳梅望着王林,眼中的温柔如水一样。 你和我说,我是你的妻子,你是我的丈夫,这是注定的缘分。 柳梅喃喃中了,脸上的微笑更加柔和。 她望着王林,似沉浸在那记忆中。 王林同样笑了起来,她握着柳梅的手,没有松开。 两个人就这样望着,柳梅总是在说话,说着一辈子的话。 说着少年时候,说着成婚之后,说着有了王平。 平儿是个好孩子,可是他长大了,他有他自己的道路。 我们不能让他留在自己身边一辈子。 我走后,就剩下你一个人,你要照顾他。 柳梅喃喃,王林摇头,看着柳梅目光柔和。 柳梅说着话,直至一夜过去。 直至那清晨的阳光洒落时,秋风吹着枯黄的叶子,在天地飞旋时。 柳梅目中有了迷茫。 她拉着王林的手,忽然用力地握住。 她满是皱纹的脸,此刻有了红润。 如回光返照一样,似着虚弱的身体,再次被注入了一股生机。 我看到了,王林,我看到了。 她挣扎地坐起身子,脸上露出惊喜,指着窗外的天空,向着王林快速说道。 我看到了我们小时候一起看的天空中到底有了什么,我真的看到了。 我看到了那天空上,有一个你,有一个我。 哦,看到了,我们是仙人,我…… 柳梅说着,忽然眼中流下了泪水,她看到了一幕,让她心痛地虚幻。 我……我……我怎么会这样呢? 柳梅眼中的泪水更多了,一切都过去了。 王林拉着柳梅的手,说出了他们成婚后,第一句话语,其声音带着沙哑,蕴含了柔和。 这一天夜里,当王平带着琪琪,辞去了官职,回到了家乡,准备一直陪伴父母时,她看到了那房间内,父母如沉睡一样,带着微笑,误去了。 她呆呆地站在父母的面前,许久许久,脸上流下了泪水,她的脑海中浮现父母的容颜与那小时候的往事。 送葬了父母,王平与清姨居住在了这老房子里,直至岁月流逝,直至他们老去,直至闭上了双眼。 十三守护的那座洞府内,王林与柳梅盘膝坐在那里,闭着眼,在他们之间,有一个转动的珠子,那珠子散发出幽光, 似把他们二人连接在了一起。 这一天,王林睁开了眼,她望着身旁的女子,许久,许久。 这女子睫毛一颤,有泪痕流下,也睁开了双眸,看着王林二人的目光注视,如那梦道中一样,似欲永恒。 结束了吗? 慕兵眉难难,结束了,闭上眼,再睁开时,一切会是新的开始。 王林轻声开口,她知道,眼前这个女子对于自己的感情很复杂,只是无论如何的复杂,她终究是松不开手。 各位听友,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《鲜逆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,更多精彩有声书,静在喜马拉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